這一次其實我們在國慶看到 我們很多武器輕銳技術 那這些武器扎扎實時 是出自於我們台灣一個工廠 對 沒有錯 我們這次看到的話 我們現在跟大家講的是 我們有這個陸射箭二飛彈車 還有天弓三型飛彈車 那但是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是飛彈 可不是Rocket 不是火箭 表示什麼 表示他飛出去之後 是能夠導航精準擊中目標的 沒想到這個背後的話呢 就會帶出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談的 這個5222的全訓 那因為在這個地方的話呢 全訓他其實在後面我們剛講到 飛彈要精準的打擊目標 所以他一定要有非常好的導航 或者我們要說他要有飛彈的眼睛 要有眼睛 要看你要去放什麼地方 要非常精準的過去 所以我們就會談到 來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有寫 那其實呢 全訓他是我們 全台唯一一家化合物半導體的IDM廠 那大家可能想說半導體嘛 傳統的話就是元素半導體 例如說矽 那現在的話呢 當然非常有名對不對 生化家 氮化家 所以其實他是從這個地方來做 而且呢 更大的重點 他是屬於軍用的 他是軍規的 我們很多東西你要買 軍規的話其實是特別高的等級 結果他走入這個市場非常厲害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 再看到下面這邊他有講到 你要當他這個眼睛的話呢 他這邊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我們從大家熟悉的詞來看 他其實做的是什麼 其實也就是這個Power Amp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Power Amplifier 然後呢 從這個微波功率放大器來看的話 他整個從我們剛剛講到 為什麼說是IDM 而且是國內這個唯一的一家化合物半導體的IDM 因為他是從這個設計 然後製造 然後封測 甚至到最後商品 甚至包裝品牌行銷 他全部都是自己來的 或者我們叫做垂直整合製造 那這個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們就要看到幕後的話 這個我們看到這個張董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張全生 張董 那當然這個跟他的這個學經歷 有很重要的關係 為什麼創了這麼厲害的 我們說這個唯一的化合物的IDM公司呢 那原本他其實是在這個UCLA 就是這個洛杉磯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在那邊念博士 後來的話呢 在新加坡 在美國 都有做這個半導體的工廠裡面 就業的這個經驗 那他創這個公司的時候 其實他那個時候很厲害 因為你可以回想起 大概二三十年前的話 他那個時候就有這個Vision 他就說兩個重點 第一個 我不做代工 第二個 我不是只做商用 他認為 特別是對台灣來看的話 整個軍用的這個市場 可能是更大的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來看的話 就會發現 這邊你可以看到這兒 他的這個資本額 我們看到是6億元 但是現在他的營收 甚至很多的這個股東 投資進去的錢 可能已經是不只這一些了 而且我們還可以看到的話 你看他不只是國內中科院 他在海外的市場 你看到以色列 美國的話 印度都是我們就談到 這個是軍用的這個規格 他是能夠打進去的 但是其實我們再仔細看他的股東結構 大家看到 替你看他的股東結構 前幾大股東 有人仔細看就覺得有趣了 為什麼 其中竟然有四個大股東都姓方 對不對 方王姓 李方平匪 方亮瑤 方淬產 對 沒有錯 那這個到底怎麼回事 原來這個我們就要談到 已經過世的以前一個科技股市達人 他叫做方啟三 那為什麼方啟三 因為這些都是他的後代遺孫了 所以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呢 主要是因為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 方啟三他跟張董之間 大家都是台南人 大家就同鄉 另外的話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關係 因為方啟三他有一個雙胞胎的弟弟 竟然剛好就是張董的國中老師 所以其實他們這個感情就很有趣 很綿密的關係 對 他曾經就說沒關係 全訊只要有人賣我就買 然後他過世 他這四個方線的股東加起來 他其實持股17% 比張董自己持股還要再更多 然後呢 而且他過世的時候也交代 全訊的股票不能賣 但是大家想想看 如果他是一個體質好 又賺錢的股票的話 那大家本來就想要報股 就原來啦 古致好親像海中的普通 有時起有時也會漏 所以其實這個張董就回想起 哇 曾經也有被國外搶單過 為什麼 那個時候可能剛開始的時候 很急的商品做出去 難得有訂單很高興送出去 結果人家抽策 你這就沒話講啦 人家就覺得你這個東西不行嘛 所以他那時候就痛定思痛 他認為不行 這個reliability 這個良率跟這個可信度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現在能夠拍胸腹的說 我的東西被人家說是不好退貨 這個機率幾乎是沒有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你看 他這三年來 他的毛利率都已經站穩到50%以下 而且他現在的訂單已經排到2024年了 因此從這來看的話 不管說他 我們剛剛講到 他一開始訂的這個策略 就是要自己IDM的垂直整合 他不要做代工 還有他往軍事的方向 沒想到都從我們這一次 國慶的閱兵當中 我們發現 我們本土有這麼努力打拼 在全世界發光發熱的公司 MING PAO TORONTO